歡迎收看六點鐘新聞,先看今日的新聞重點 正在內地復營的異見人士劉曉波獲頒今屆諾貝爾和平獎 劉曉波的太太劉霞說不敢相信丈夫真的獲獎 不清楚劉曉波是否知道結果 評審委員會說頒獎給劉曉波 是表揚他長期以非暴力方式爭取人權 詳細新聞內容,正在內地復營的異見人士劉曉波獲頒今屆諾貝爾和平獎 以表揚他長期以非暴力方式在內地爭取人權 劉曉波是繼前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和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蘇姬之後 第三個正在此復營的異見人士劉曼諾貝爾和平獎 先由孫紹勤講下劉曉波的簡歷 劉曉波是八九民運天安門四君子之一 曾經參與過絕食,他本身是讀文學的 八八年出國做學術研究,曾經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 因為要參與八九民運而回國 我們想用這種絕食的行為宣布 今天全世界都應該換思路 今天中國人民醒來了 中國人民有能力、有權力、有自信來決定自己的命運 八九年六月,劉曉波被指觸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而被捕 由八九民運開始,劉曉波就透過寫作 參與推動中國民主言論、自由和改善人權的活動 多次被判入獄和勞改,08年被捕之前 他拍下了一段錄影帶,以獨立中文不會會會長的身份 講出中國作家,並沒有寫作自由的環境 呼籲國際社會關注 我在這裡呢,我也再次呼籲世界上的各國作家 特別是自由國家的這些作家 甚至包括政府、非政府、組織 繼續持續地關注中國作家的寫作狀態 就是幫助他們爭取自己的寫作自由吧 劉曉波在九九年底獲得釋放之後 就在北京從事寫作 發表有關六四事件的言論呼籲平反六四 到了08年,他與三百多人參與起草和聯署零八憲章 紀念世界人權宣言發表六十周年 零八憲章是主張修改憲法、主權在民和民選政府 實現司法獨立、人民享有集會、言論和宗教自由等權利 希望促進中國民主 但在08憲章公布前夕 劉曉波就被公安帶走扣查 去年六月正式被捕 當局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起訴他 一審被判罪名成立、判監11年 判決書說劉曉波在多個境外網站發表造謠誹謗文章 由起草和聯署零八憲章 煽動他人推翻中國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 劉曉波不服判決提出上訴 今年二月上訴被駁回 維持緣判不可以再上訴 劉曉波堅稱自己是無罪的 歐盟和美國高度關注劉曉波被判入獄 曾經再三要求北京釋放他 亞洲電視記者 孫小琴報導 劉曉波的太太劉霞就說每個月只要要探丈夫一次 不清楚劉曉波是否知道結果 她不敢相信丈夫真是獲獎 目前最希望的就是丈夫能夠盡快回到家 劉曉波不服判決 劉曉波的太太劉霞說 丈夫一直知道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現在真是獲獎了 連她也不敢相信 不過她不清楚劉曉波是否已經知道結果 下次探望丈夫的時候 打算跟丈夫這樣這番話 樓下暫時也未能跟丈夫分享喜悅 只是可以憑想忌意 不過她們對上一次一起拍照 已經是三年前的事 劉曉曉說 現時一個月只可以到遼寧探監一次 每次都會買一些生活用品補給 見面的時候只是准閒聊家事 一提到政治或者是諾貝爾獎 會面都會被立即終止 令劉曉現在最擔心的是丈夫的身體 她每天都跑步一個小時 然後瘋狂的曬太陽 一直把自己曬到脫皮 監獄醫院檢查是 一個是她是腦胃病 還有一個就是說 異形肝炎未確診 年底就55歲的劉曉波 因為起草和聯署零八憲章被捕 去年被當局指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 被判監11年 放監的時候 劉曉波將會是65歲 劉曉說已經學會不再相感 這個反正也不是第一次發生了 所以我還是都是非常平靜的接受這個現實 而且盡可能的照顧好我自己 這是讓她放心的最好的方式 亞洲電視主北京記者 朱菲欣不道 我們接通了在北京的朱子欣甲 現在你就是在劉曉波太太樓下屋外面 你那邊聚聲的情況是怎樣 是呀敏娜 五點鐘知道結果的時候 到現在已經整個小時了 但我們還未見到劉曉波的太太 即是阿劉霞 是出來見傳媒 因為她原本約傳媒大概在五點半的時候 就在這裏見面 講一講她劉曉波得獎的結果 但暫時都還未見到她 但其實由四點多開始 現場有大批傳媒已經在這裏守候著了 這裏的保安人員和警察還拉起了封鎖線 以及也有大批警察在這裏守候著的 現場也都見到有很多公安車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的報導是這麼多 將時間交給香港新聞報 謝謝祝志恩 劉曉波的弟弟劉曉孫表示 哥哥得獎是實至名歸 亦都肯定了劉曉波過去二十年 為中國民主奮鬥的堅持和努力 我是很高興 我為我哥哥自豪 這是對她對於中國民主改革的 多年堅持努力的一個肯定 我覺得對她本人是一個鼓勵 是一種堅持 對我們家屬也是一個鼓勵 我認為這個獎她得的是值的 是實至名歸的 因為她為中國的民主事業幾乎是奮鬥了一生了 從八九年到現在已經二十多年了 有份簽署零八獻章的內地維權律師普志強 早前亦都聯署寫信呼籲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頒獎給劉曉波 她認為劉曉波這次獲獎 顯示國際社會和人類文靈 對他們以理性的方式推動中國民主發展的認同 我們改良中國建設和諧 走向現代化呢 應該走這樣的路 我想呢 李小波本身的獲獎 既說明國際社會和人類文靈對他的這樣的一種 一種見解和認知的承認 同時也為我們把中國的事情做得更好 來這個聚集起更多的人呢 這個沿著一種和平民主和非暴力的方式來改變中國 來提供一個新的可能和起點 也希望那個河平獎頒獎委員會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能夠對中共的這樣的一個統治當局最高領導人 能夠對中國人產生一種觸動 能夠知道除了這個 那麼其他的中國人也同樣可以能夠得到這個世界的承認 1989年的時候在天安門廣場和劉曉波一起絕食的周陀子 劉曉波為中國民主作出很大犧牲 我們當然非常高興 這是當然是個大好事 意義就是他會極大的鼓舞和支持中國的自由民主運動 所以我們去絕食發表了一個六二絕食宣言 當時提出的主要的訴求就是我們沒有解決 就是希望學生和政府之間能夠通過一種和平的方式來解決 這個當時的這種雙方之間的對立 是不是一定要犧牲才可以拿到呢 從中國的情況來說恐怕是這樣 諾貝爾和平獎評審委員會說 頒獎給劉曉波是表揚他長期以非暴力方式爭取基本人權 陳雅山報導 議員會說